各国大会就乌克兰局势召开 紧急特别会议 美国马里兰州一公寓楼爆炸起火 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 智慧养老模式被认为是破解痛点 难点问题的重要常识 既不能一措而就 也不能不慌不忙 数字化养老服到底适用于哪些场景 哪些人群 出门一把锁 回家一盏灯 建了智能产品就发梦 怎样打造智慧养老的3.0时代呢 政策的导向就是一个自尽的导向 整个城市的智慧化水平的这段提升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 本期瞭望平变天下 为您梳理一周要闻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 这里是瞭望平变天下 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瞬间 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冬残奥会开幕式 3月4号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2月28号 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局势召开 紧急特别会议 第76届联大主席沙希德 在紧急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 再次呼吁各方立即停火 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 重回外交解决途径 3月3号 消防员在公寓楼爆炸起火现场工作 当天 美国马里兰州移动四层公寓楼爆炸起火 造成楼体部分坍塌 五人伤势严重 2021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赴青海考察时强调 要把三江源保护 作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 保护三江源 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 2022年2月28号出版的 2022年第九期 瞭望新闻周刊 治国理政济世专栏 为我们深入剖析 如何守护中华水塔 有哪些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 曾因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 而受到破坏 通过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 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 建立一户一港生态管护工艺岗位机制 使牧民逐步由草原利用者 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和获益者 从GDP名义增速看 2021年中国城市涌现出一匹黑马 2022年3月3号出版的 2022年第五期瞭望东方周刊 为我们深度剖析 中国百强城市格局的新一轮洗牌 在复杂的内外部要素变化下 该如何回看并解读 2021年的全国城市经济格局 下一个万亿元城市会是谁 文章给出了详细的解答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布局 曾经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养老行业 依靠着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 正在向智能化 数字化迈进 数字化养老服务到底适用于哪些场景 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专业化 个性化需求 未来智慧养老将会为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 贡献新智慧 近日天宇养老宣布完成2000万美元A加轮融资 这是一家以数字科技引领中国养老行业发展的智慧养老平台公司 天宇养老相关负责人表示 四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数字化平台的升级迭代 科技医养解决方案能力提升等相关工作 市场的高度认可 反映出人们对利用数字化赋能养老的期许 在浙江乌镇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的总控中心 监控大屏上跳跃着各种数据 我们通过各种居家的智慧照护设备 还有智慧穿戴设备 那么能够给老年人提供一个非常高效 7×24小时这样的一个安全照护 冯韶军说 接入系统的老人只要在家里通过手环一键报警 平台就能收到信息 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为老人提供帮助 类似这样的智慧养老服务 已经在很多地方推广 这里是福州市靖安区城乡社区 居家养老综合信息服务中心 这里及信息服务 医养融合居家养老照料等功能于一体 今年75岁的邵义强是附近小区的居民 长期患有颈椎病的他 平日里经常来中心康复 通过与手机APP关联 老人的经络淤堵状况 可以实时传输到手机端 不仅如此 信息平台还可以为老人提供家政服务 出行服务等全方位 多样化 个性化的居家照护服务 事实上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 我国的基本国情 构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建立以公益化为基础 市场化为辅助的智慧养老模式 则被认为是破解痛点 难点问题的重要尝试 那么数字化养老服 到底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适用哪些场景 哪些人群呢 好的各位 今天关于数字化养老的这个话题 我们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张凯蒂研究员 欢迎您张主任 您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张斌 张斌好 您好 宜斌 想先问一下张主任 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调研当中 您有没有自己接触过 这个数字化养老的这些项目 您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呢 我们这个看到基层啊 最近这几年的这个数字化养老的 所谓的产品呢 和整个的国家投资啊 非常非常多 十年之前呢 我们对于这个数字化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出门一把锁 回家一盏灯 建了智能产品就发梦 现在不是 现在普及程度是非常非常高 在一开始呢 就是简单的能给老年提供智能手机啊 上个网啊 然后告个物啊 目前从整体的情况来发展呢 它基本上向全方位的来发展 您所能想到的东西 它基本上都在做 所以说我们社会对这方面的需求的不断增加 尤其是在这方面的社会的共识在不断形成 这点呢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趋势 中国老龄化的现状 等我们看到最近一次人工普查 我们60岁以上老人大概18.7 对18.7 18.7 60岁以上老人占比 占比 占比 那么其中65岁以上的大概达到了13.5 现在老龄化跟以往的老龄化不太一样 一个相对生活比较富足 第二有消费的意愿和能力 第三数字化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所以这些因素它都促成了未来的养老 你必须要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这种服务 甚至是一些品质更高的服务 这是有市场需求的 还有一个就从国家的层面来讲 数字化 智能化仍然也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 所以把这种数字化嵌入到养老服务体系 既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需求 也是我们改善老年生活品质 提高他们的服务的这样一种 满意度的一个很有效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最近出台一些政策吧 这已经作为我们政府行为了 地方政府也觉得呢 就这方面的工作 的的确确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在养老服务过程当中的空缺 比方说北京这边提出来了 周边 身边 床边 手边 怎么讲 就全方位的 南方那边呢提出了更有意思 就是居家一声唤 你就在家里边 我有需要的话 我拿个电话一打 就一个呼唤 二一个呢 社区一餐饭 同时还有一个呢 就是家里边一张床 跨越树组红沟 一直见 这个这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老年人拿着老年卡 到那去点菜 他现在把你呢 老年卡里边的健康信息 和你的点菜的菜码的这个价钱 以及你这个菜的 含的热量多少啊 糖多少啊 他就还警示你 你这个菜 就是吃多了 超标米超标 可是我觉得就这方面的发展 就是越来越让人感觉到 老年人在这个 数据化发展的过程当中 越来越享受了社会发展成果 在这种可欺度是越来越强 除了监测老人的健康状况外 一些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还可以提供生活报警类服务 2021年年初 宋志宏老人家装上了一个小盒子 令他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个小盒子 救了老两口 2021年9月 家里的燃气意外泄漏 烧的东西忘了 一会儿干锅了 居家宝的燃气泄漏系统 它就自动就报警了 隔了不到一分钟 居家宝就把电话给打过来了 我们这知道了 有燃气泄漏干锅了 老年人有需求 可以一键呼叫平台 子女也可以通过平台 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和出行轨迹 进行追踪和定位 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平台的电子围览功能 曾经帮助解决过老人 因健康多次夜间走失的问题 因为他走失的这个时间 经常处于凌晨这个阶段 恰恰的也是很着急 通过我们这个腕表里面的这个定位 轨迹追踪以及电子围览功能 很好地解决了他这个问题 尽管数字化养老 有助于解决很多家庭的困扰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 智慧养老仍然面临着诸多瓶颈 在目前来说 我这身体 我们两个身体还可以吧 都能自理的情况 也没觉得什么特别的需求 现在对老人这块来讲呢 正在他的这个 一些对科技手段的 使用的习惯 还有一些整个这个 能力方面来讲呢 确实还有一个整体的滞后 因为老人的这个消费习惯 跟我们年轻人不一样 你包括我们的这个报警设备 有一些是收费的 最难的就是 我们怎么能够让老人理解 我们的这种服务理念 自愿地接受我们这种紧急 或者是非紧急的这种服务 记者了解到 一方面一些老人认为 自己身体健康 完全不需要花钱买服务 另一方面 目前开展智慧养老服务的主体 大多是社会企业 难以取得老年人的信任 落地经营难 1月21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的通知 其中提到 要加快推动政务服务平台 社区感知设施 家庭终端和城乡安全风险 监测预警系统建设 及互联互通 发展实时监测 智能预警 应急救援救护和智慧养老等 社区惠民服务应用 事实上智慧养老的核心是养老 智慧只是手段和方式 而不是噱头 那么未来如何让智慧养老 既叫好又叫做呢 我们现在有一些地方出现的智慧养老 在行业发展过程当中 监管是个问题 只要来了以后 捞一把就走 捞一把就走 这汤水啊 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缺水状态 那么一吹缺水状态就好不就要做 别能这么炫 哎呀我这个手机里边 我APP里边 我有这样的功能 那样的功能 老年使不了那么多 你了解一下 我最需要的就医 住餐 衣食住行 你看现在 最好就四个箭子给我解决了 对对对 像好我们在产品过程当中 很难能解到这个这方面的 你比如像咱们俩吧 这个父母这代人啊 你说如果腿脚还利索 生活能自理 他觉得你让我花钱买服务 我不用什么服务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这一代老年人啊 他一般来讲节俭惯了 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能急 技术要迭代 人也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确实很多企业啊 管理上啊 相对水平参差不齐 而且没形成一个统一的 这样一个平台 数字化是服务养老的 对 你不能把它当个噱头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说数字化 我们今天都是这个互联网家 是吧 互联网家 不是要把养老数字化 而且要让数字化服务 既不能一蹴而就 也不能不慌不忙 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啊 它特殊 它的东西不差异 城乡差异 收入差异 我们老说嘛 实事求是 因地之谊 分类之道 精准养老 对吧 它必须你得把这个路径找好 最终可能才能让它 发挥最大的效益 其实最近这些年来 政府发力的力度相当大 在发力之前 要摸清家底算经账 马上 60后的马上就上了 他们的消费水平和50的和40的 完全是不一样了 有关老年需求 老年消费的数据 掌握的不是特别清楚 全盘的数据掌握的不轻 尤其需求的排位啊 掌握还不太清楚 这都是我们主导 我们发展的这种 阻碍因素吧 现在我们都在克服 政府主导其实是很重要的 不仅要出台相应的 顶层设计的 相关的规则和文件 更多的我觉得 也要有意识地 引导这个产业 把相应的数据和平台 进行有效整合 你各自为战 老年用的也不方便 而且呢 你也行不成规模 只有把它这个衣食住行等等 完全把它形成产业链 那么真正的 让老人在使用上 具有提大的便利性 同时能够一件触及 一件触发 而且呢 它这种呢 属于它有 有一定的社会公益属性 不能一切以 挣钱为最终目的 所以这个运作起来 是个方向 但是它一定要 爬坡过坎 破解一个一个 当下面的难题 中国在智慧养老方面 快速发展 引来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里是南京市 秦淮区的一个社区 在中心的一块显示屏上 辖区老人的服务需求 精准呈现 把所有的老人的需求 服务上云 上我们的这个后台 然后我们通过 大数据挖掘 对整个辖区内的 所有老人的服务 这个情况 我们进行大数据规矩 比如说 它的需要一些 这个这个保洁啊 需要一些助餐啊 需要一些助力啊 需要一些助乐啊 等等的 这些我们会根据 老人的需求 和地理位置 为它发送派单 给它的究竟的 这个社会组织 去上面 为它进行服务 除了智慧养老数据 红外人体感应探测器 生命体征监测床垫 智能升降灶台 等一批 试老化家居用品 也正在走进 老年人的生活 在2021年8月举办的 第五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 数字技术 与卫生健康的深度融合 给人们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数字技术 对于实现全民健康 至关重要 它为改善人类健康 提供了新给予 2012年 全国老龄办 首先提出 智能化养老的理念 鼓励支持开展 智慧养老的实践探索 2015年 国务院出台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家行动的指导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了 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发展的目标任务 2017年2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和当时的国家卫生计生委 联合印发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 2017到2020年 提出到2020年 基本形成覆盖 全生命周期的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 建立100个以上 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基地 培育100家以上 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 行业领军企业 打造一批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品牌 那么其他国家的智慧养老服务 推进的如何呢 五年前在加拿大首都 郭泰华的一家医院 就设立了新型传感智能公寓 床上装有传感显示屏 测量老人起床时的状态 进而识别中风等 病症的早期信号 家用电器传感器追踪 并监控冰箱打开的 频率和时间 分享老人的饮食和记忆力情况 运动传感器追踪老人运动的情况 检测他们的平衡性和步态 识别相应病患的风险 目前也有机构在研究智能机器人 以解决老年人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但这些智能技术 目前在加拿大的养老院 还尚未进行大规模推广应用 韩国政府不断尝试将智能化设备和技术 应用于服务老年人口 实现技术不能和智慧养老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比如大力推动建立 针对老年人的数码学院 启动机器人 辅助老人学习的项目 通过实时互动 提高老年人对社交软件 和其他数字设备的使用能力 欧洲智慧养老还处在试点的阶段 以德国为例 在都伊斯堡和安斯堡等城市 一些智慧养老项目是通过物联网平台 整合在线医疗检测平台 智慧家居 紧急呼叫和护理服务等 帮助老人居家养老 另外一些欧盟智慧养老项目 也主要通过借助数字技术 来增强医生 看护人员 老人和家人之间的交互和沟通 那由于欧洲是超老龄化社会 经济上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 相信智慧养老在欧洲将会有很大的科研和发展前景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其中提到要强化老年用品的科技支撑 加快推进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 在老年用品领域的深度应用 有专家建议 要把城市打造成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城市智能体 让城市能感知、会思考、可净化、有温度 实现城市全域感知、全网协同、全业务融合和全场景智慧 那么怎样才能以老年人服务需求为导向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打造智慧养老的三点零时代呢 张正先生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个智慧养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来的 目前我们跌过几次代了 还有几次变化了 我觉得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初创阶段 摸索阶段 就是完全靠市场 应该是从2000年就开始了 可是呢 经过了这么一段试验以后呢 就是没有办法获利 是在2012年国家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十二五期间 基本上就提出来了一个整体的国家的一个行动计划 那么到十三五就是实施的 上升它非常快 政府的作用不是在仅仅是在倡导了 是在什么呢 是在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就是有具体的项目支持 民政部、财政部、居家社区养老试点 每年五个亿 要求各个地方把智慧养老作为一个其中一个规定动作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设部、科技部、民政部、还未建委 那边就是所谓智慧养老的示范基地 根据他们的一个经验呢 已经是在做了第五批了 到了十四五期间 也就是在第四代 我判断的是进入到了一个规范阶段 规范阶段就是一个标准的问题 一个管理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统一收费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在社会上的 知性的这样的企业或者地方 要是推出机制的问题 就不断不断往前走 我想我们国家把数字中国和健康中国 作为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和方向 那显然数字中国、健康中国都跟养老产业是密切相关的 跟老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所以我想一定未来这方面也会成为重中之重 你像北京未来要打造叫这种数字化的国际标杆城市 那么你的标杆体验在哪儿 比如拿养老服务来讲 你的智能化水平、数字化水平是不是达到了 这样一个标杆城市 是不是让老人的这样一个生活更便利 生活品质更高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这种数字化技术融入到整个城市生活的和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必然带来一个整个城市的智慧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我觉得还是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首先第一个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 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不断的培养的问题 那么工艺化的问题 从在一开始初级阶段是要有这样一个理念 它是基础 但是呢就这个产业要发展起来 一定要是要市场化 因为政府不能老在这地方无限的投入 一定要就是说在扶上马 宋一成通过了输血以后 提高它的更多的造血技能 它造的血越多 它反过头来对老年的服务东西会越多 政府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者 社会资源分配靠什么 就靠政策 其实政策的导向就是一个资金的一个导向 但是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到它有一个门槛 为什么这家企业进来 这家企业进不来 我们对于基本的这种条件 有这样当然有风险 但是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试验情况来看 在试点过程当中还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张主任 有没有智慧养老 智能养老解决不了的问题 有 而且非常明显 老年在他的物质条件达到了满足以后 他更多的达到精神需求 有时候他跟子女在一起吵一吵 不是什么坏事 是啊 吵吵架 对 也是个沟通 对 智慧养老的时候 千万不要对养老的过程当中放弃人性的福 你说这个什么叫幸福 是吧 一对老夫妻培养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学 然后到国外发展的很好 但是几年也不见得能见一面 其实这也是摆在数字化